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故事 今天我要说的是圣诞老公公 在这个封面你有看到什么呢? 对,就是圣诞老公公,还有礼物 很多的礼物,一只熊,还有小老鼠 圣诞夜终于到了 圣诞老人眉开眼笑的说 当我穿鞋子时,把礼物装上雪橇 在这一页大家有看到什么呢? 对,就是圣诞老人,还有小精灵 很多的小精灵,还有一大串的乖宝宝名单 还有一个雪橇,还有很有名的旋路 再见! 精灵们远远的挥手说 这边有精灵,圣诞老公公的家 那你还有看到什么呢? 对,有很多的旋路,还有雪橇,还有圣诞老人 还有一个城镇 圣诞老公公说 让我们走吧! 圣诞老人大叫,而旋路拉着雪橇高高进入夜空 让我们走快点 我今晚有许多地方要去拜访 在每个城镇中,在每个家中,孩子们都睡着了 圣诞老公公挤下所有的烟囱 而且留下一个礼物给每个女孩和男孩 对,在这一页里面,你们有看到什么呢? 对,就是长袜 还有很多的礼物,还有圣诞树 圣诞老公公 他装满挂在火炉边的长袜 然后放亮晶晶的礼物在圣诞树下 我已经快要完成了 他轻声细语的说 多么忙碌的一晚 当圣诞老人在圣诞清晨到家说 他给旋路和精灵他们的礼物 然后他们也给他礼物打开 在这一页里面,你有看到巡鹿的礼物是什么呢? 对,就是草 那你有看到精灵们的礼物吗? 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呢? 还有圣诞老公公有没有礼物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圣诞节的故事 希望大家会喜欢 要记得订阅哦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